本地宠物寄宿服务需求激增 6月学校假期宠物酒店是一味难求 受访业者说 宠物主人重视宠物的福祉 除了一般的照料之外 越来越多的顾客也是要求宠物酒店 为毛小孩提供增益和社交活动 记者蔡可安报道 下午活动时间到了 这间宠物寄宿中心的职员 安排狗狗进行互动游戏 业者说 提供住宿和一般的日常护理 以不能满足客户多样化的要求 他来的时候 他会跟他们的朋友玩一下 这个活动先 然后他们会休息一下 吃早餐 然后吃早餐会休息一下子 然后会做一点 人生的激励 所以会讲乱动玩具 还是做述难的课程 像child care这样 业者表示 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影而出 就必须要了解 每一只宠物和他们主人的需求 提供客制化的服务 比如就有客户要求业者 准备一些比较高难度的训练课程 比如障碍物设施 让他们的宠物随时保持身心活跃 业者去年年底开业 今年农历新年 三月学校假期 以及六月学校假期的预定都爆满 这件专门为宠物猫提供寄宿服务的业者 每年的业绩增长30% 很多年轻人他们不想要有孩子 比较多时间照顾动物 所以当他们出国家里 如果没有用人的话 他们就把猫放在这边 特别的要求就是 每天before他的猫要睡觉的话 要跟他们玩 30分钟 然后有些是他们的猫只是喝 那种矿泉水 业者表示 政府将允许祖屋居民养猫 这将进一步带动宠物寄宿服务的需求